大底攝影本身 一件事就是 首先你要付出你的體力 還有你要有這樣的勤力 這樣的耐性 因為你看到其實一部大底相機 這麼大一部相機 它本身有重量 也除了本身相機之外 其實我每一次出街的時候 都有一個checklist 其實除了一部相機 你要帶鏡頭 你要有一個loop 你要有測光錶 跟著最重要的 其實你是要有片盒的時候 其實加上加上 跟著連接腳架 其實整件事都不簡單 也都每一次出街拍照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能 the max 你可能拍到四、五、六張相 但是其實可能真正你覺得 可以的 可能是一、兩張相機 可能是一、兩張相機 變成你這麼大盆的東西 出街 但是你可能到最後 其實你拍一、兩張相機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人的感覺 會不會值得呢 其實會不會值得呢 其實會不會值得呢 好 你好 我是Steve 今天我有一個great introduction 就是關於這個大底攝影 其實對我來說 玩大底攝影的吸引的比喻 其實本身我自己是一個landscaper 很喜歡風景攝影的攝影師 而很多時候 其實大底攝影 其實是可以給到一種 一個picture quality 變成是其他的一些小的format 那就都不會給到你的 每一次其實很多時候 有最初 就玩一些小的攝影 跟著見到朋友 share一些大的片 看下去的時候 我發覺到 哇! 好厲害 是令我覺得 對這種攝影很著迷 其實這種攝影的方式 其實是不是很遙不可及 是不是很難 對一些 不要說很expert 但其實都是一些 intermediate的一些photographer 其實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不是 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攝影的core 四五攝影 其實它有它的很令人著迷的地方 其實我最初的時候 我都是大家一樣 可能玩135 跟著就再著迷地去玩Huzzle 玩6-6 玩120 跟著其實身邊有很多朋友說 其實你到最後你都是要上大底 因為其實拍Landscape Photography 其實最終追求的是一種畫質 追求一種意境 其實在四乘五大底的攝影 其實它會給到一些你像一個Landscape 可以滿足的一種感覺 為什麼好玩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說In terms of operation 可能你拿了一部很小的機器 其實很簡單地 你對著鏡子 其實較到無限遠 你一拍下去 一張照片你會覺得 在螢幕裡面一看 哇 拍照 這就是它 但是四乘五其實是兩個世界來的 因為你四乘五其實除了你是一些Infinity 一些對焦之後 其實你四乘五是對perspective control 對一些你真的要在一些畫構圖上 其實是比一三五更加嚴謹 那麼變成了那一種 就是我亦都覺得這一種是對 這一種攝影的一種認真 亦都是拍下去之後 那麼認真完 拍出來 會覺得 有那種拍完之後 有一種歡愉 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其實拍四乘五 有時候都可以是幾麻煩的 例如最初的時候不認識 我記得有一次去海運大廈 就打算拍廣島 就打算拍所謂我們一個大景 那初頭發覺到 嗯 動了部機 設定好了 就打算focus 以為很簡單 就focus 已經看到前面天星碼頭 那不是很sharp 就對焦 對焦 但是當時呢 前版後版全部都是平的 那發覺到 嗯 行了 OK 天星碼頭 sharp 了 那不如拍吧 那接著發覺到 咦 再看回後面 咦 講到 霸了 那沒辦法 繼而又要再focus 再扭扭扭 開始要考慮要shift前版 或者挑前版 那發覺到 嗯 港島沒問題 那跟著 咦 天星碼頭又化了 那怎麼辦呢 那繼而 那個前後 前後 前後 是back and fall 很多次 那而都因為 其實當時我都是一個新手 那搞雞手鴨腳 也都不知道究竟 其實可以怎樣才令整件事好 要整張照片 由前到後是sharp的 那跟著 咦 發覺到 咦 是不是要動後版呢 那但是其實 後來其實有一些師兄 告訴我 其實 動後版其實是迫不得已 你才做那件事 其實不應該做 那這個是 我想可以之後再 我們有機會再是一個後話 就是過程 其實也都可以令我學 小到原來 其實拍 technical camera 其實same technical camera 那是比起其他的135 120的相機來講 其實是完全可以說是兩個世界 也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說是簡單 但是簡單得來 其實你到最後 其實你要做的動作 你要做的 process 你要做很多重的功夫 你就是落到很多功夫 那你才可以達到你最後目標 就拍了一張叫做 有前有後sharp而靚的相片 那但是那個滿足感 其實是在於你每一次做完整抽這種 就是你做完這個動作 但是你出到來 你見到一個 final product 你看到那張美好的相片 那種喜悅感 給到來的 是遠遠是比起其他的formance 或者其他形式的影的相片 是給不到你的 那衝了 到之後可能再去黑房 那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故事 我想之後我們可以再分享 我們一起看 兩看 兩看 一看 兩看 一看 一看 又是 兩看 一看 一看 兩看 兩看 大家好,我是Steve Chan,我是一個攝影愛好者,亦都對大片蜂攝影很有興趣 如果大家對大片蜂攝影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我可以多點follow,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多點分享,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這件事不是一樣很複雜,不是很大師的東西 究竟它的樂趣,究竟它有什麼好玩,有什麼辛苦 之後我們可以再慢慢分享 多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 HELLO HELLO 行了 Expectation 集敵 歡愉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之後我們可以再分享 你的喜娛樂 但其實當你可能要拍個可愛 結束了結束了 其實如果你對大底攝影很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追蹤多些Shutter Alliance